今天是小影師的廚房 我今天想要自己包水餃 等一下我要包80顆的水餃 今天外面是颱風天 每次颱風來的時候 我都特別想要包水餃 因為小時候我們家都是在颱風天 全家人相聚在一起 爺爺奶奶叫我們小朋友包水餃 所以今天我要來重溫我小時候的包水餃回憶 等一下包好再送回奶奶家給奶奶吃 今天要包的口味是 韭菜的口味 一定很多人不喜歡吃韭菜吧 但我本身除了是擦咪混的粉絲 我還是韭菜的粉絲喔 所以呢 就開始我的包水餃吧 OK 要開始備料囉 首先 我先來醃肉好了 餃肉買了五大盒 我想說包80坪應該是OK的吧 好 現在豬絞肉都放進去了 我買了五盒 但我先拿三盒出來 因為這樣子比較均勻的拌它 首先加一點米酒 醬油 然後再加一點白胡椒 然後 不要害怕吧 加下去 然後需要一點鹽巴 鹽巴 先把它攪拌均勻 其實我很想要用手 但我怕你們會覺得 看起來好像很不危險 但我的手 真的血蠻乾淨 如果繼續這樣攪拌下去很不均勻 我就是要用手 用手去攪拌我的絞肉 一直到它有一點那種黏性 不是因為不用工具攪拌 主要是用手的話 那個黏性 會比較快產生出來 我現在好像真的像一個小影師耶 還在那邊介紹一些料理小步驟 自以為專業 好嘞 現在已經把絞肉稍微攪拌的有黏性了 然後我要來切韭菜 還有一點蔥花 還有一點薑 把它放到這個裡面 OK 現在 好像神經病 進入切韭菜 我非常的會切韭菜花 這個砧板好小喔 好 這聲音聽起來滿專業的 是吧 好像很厲害喔 接下來切蔥花 蔥花 蔥花 然後要切薑 薑薑 薑薑薑 切個條 細絲 realities 整個炸開了跑到外面去了 我的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韭菜加非常的多 因為韭菜水餃的重點就是韭菜 所以可以加很多 好好玩哦 我要把這個蔥韭菜還有薑末揉到這個已經有黏性的豬腳肉裡面 好的我現在已經完成我的餡料了 超香的水餃皮 我已經幫他們撒好的一些麵粉 這樣才會沾手 準備了一碗水 等一下要把它們黏在一起 好開始 第一個步驟 手要保持乾燥 我覺得這個教學 滿爛的 好再一次 首先第一個步驟 手要保持乾燥 把水餃皮放在掌心 然後滿滿的韭菜餡料 放在上面 今天我沒有刻意想要做蝦仁 之前我會把蝦子醬剁一半 然後放在旁邊 每一個加一顆蝦子進去 然後上下磨一點水 然後就可以把兩邊 黏在一起 然後 啪 啪 完成 是不是很簡單 第一顆水餃完成 好 我要繼續包喔 我的小訣竅就是把他們黏得很扁 這樣到時候煮到水裡吃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不會覺得很厚 掐薄一點 這顆好醜喔 因為我剛剛太貪心了 想說要包一顆餡料大的 就變成一個長水餃 再把它拉一拉 可能就變成蠱蝶 來囉 擠一下 多出來的肉沒關係 把它丟回去 再擠一下 擠 噔噔 視覺效果看起來如何 太行了吧 噔噔 完成了 第一盤的水餃 我要去一半用煮的 然後一半用煎的 等一下要和我的朋友 一起在家吃水餃囉 走 去煮水餃唄 我把水餃再進行一個 煎的動作 登登 好像滿成功的耶 好再蓋一下好了 煎餃大成功 你們看超漂亮的 我現在很佩服我自己 剛剛我在做煎餃的時候 有點手忙腳亂 所以來不及拍影片 大致的過程就是 油下鍋之後不用等它熱 可以直接把水餃放到鍋子裡 不然如果油熱了之後 丟水餃就會 慢慢的煎它 然後再加一些麵粉水 然後注意那個火候 最後起鍋就會 這麼漂亮 開動囉 哇 好厲害喔 天吶 你們看 小影師的水餃 完成囉 其實我剛剛包到一半的時候 太餓了 所以就去後面做了自己的尖餃 已經吃完了 然後剩下的這些 我要把它冷凍起來 等一下裝袋送到奶奶家給奶奶吃 從小到大 我們家的冷凍褲 永遠都會有水餃 下課就是肚子餓 奶奶就會煮水餃給我們吃 在我們家 水餃就是爺爺奶奶傳承給我們家的味道 現在已經長大了 所以換我來包水餃給爺爺奶奶吃 希望他等一下收到我做的冷凍水餃 會很開心喔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小影師 要做什麼料理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下次見 記得期待小影師的廚房教室 掰掰